今天就和大家討論小腿抽筋 小腿抽筋大部份都不重要 但也要留意 如果一些嚴重的病例 例如大科學家霍金患 神經元退化的病例 其實都可以是肌肉抽筋 所以今天這條片大家一定要留心看 小腿抽筋一般都是肌肉的位置 多數是晚上比較明顯 晚上的時候 小腿的肌肉抽筋很痛 一般是幾秒至幾分鐘 然後就散了 有些人散了之後 肌肉不尺尺痛一段時間 可以說大部份這些肌肉抽筋 就是小腿的肌肉抽筋 都是找不到什麼特別原因 都估計其實都未必是什麼病 有些人就想 現在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離開我們進化早期 即是原始人那種 日日要蹲啊跑啊 去打獵啊 耕田啊 那種這樣的日子 已經離開很遠了 即是說肌肉呢 本身應該是每天都要有一定的運動量 一定的收縮啊 那種情況 但是呢 到現在呢 大家就這樣坐在辦公室那裡 少了這些拉扯肌肉的正常運作 那肌肉呢 有時候就會無端端自己收縮 有一部分呢 是有原因的 意思是說 有一些其他的問題 其他的病呢 就引起小腿抽筋的 這些原因呢 就是第一 就是血液供應不夠 血液供應不夠呢 即是那些肌肉收縮的時候 那些氧氣不夠呢 那麼積在那些肺物 積在那裡 就會容易痛啊 一般這些呢 就是說 血管收窄了 比如說大家摸大腿縫的位置 大腿縫的位置 每邊都有條很大的血管 就供應了腳的 如果那條血管 或者那些分支 就窄了 有些人可能膽固醇高那頭 塞住了那些血管 其實心臟病一樣 心臟是小的那些血管 塞住了那樣 大條的那些血管 有些人都塞住的喔 那如果塞住了的話 或者相對窄了的話 供應血量不夠呢 一般那些病症 就說 越走呢 小腿就越痛 那你要停下來 停下來下來 休息一下 它又好回來 一走回來 一跑快一點 又痛 那些就要小心一點 那另外一個常見 有時候都會引起小腿抽筋 就是那些静脈曲張 静脈曲張 那些人也會容易小腿抽筋 那除了血管的問題 另外一個 最重要的就是神經線的問題 大家要想像 那些肌肉 跟那個神經線 搏著 那就是說 好像那些電器 有電線搏著 一樣東西 那電視電器的東西 你啪個按鈕 有電過了 那那個電器 就會著了 這樣 那肌肉一樣 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的腦部 有那個訊息下來 那我們呢 想收縮那個肌肉 想動這個手 那樣 那腦部呢 有個指令下來 那經過神經線 就落到那組肌肉 或者那一大堆肌肉 那就負責那個動作 那它就會收縮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那些神經線出了一些問題的話 那譬如神經線有些退化了 那譬如說 好像大科學家霍金 那它患那種呢 就叫做運動神經炎的疾病 那又是說又不知道是什麼 那大家不用理會名字 簡單說呢 就是那條電線 就壞了 那就是說 沒有神經線 就是它有神經線搏著那個肌肉 不過那個神經線壞了 這樣 不能夠傳遞訊息啦 沒有訊息傳遞到肌肉那裡 那裡 那肌肉是有少少些 會收縮的特性的 正常來說 就是神經線下來的訊息 就override了它的 就是神經線的訊息 就會阻止到肌肉 在那裡收縮 但是如果神經線退化了 就像霍金這種病 那這樣 神經線那裡沒有訊息下來 肌肉就會 可能就會抽下抽下 有些很厉害的肌肉会继续疼 然后肌肉会越来越小 有些退化 有些像供应营养 神经退化后肌肉会慢慢缩小 这种肌肉收缩一般不仅是小腿抽筋 那么少病症 一般有其他症状 其他症状例如行路企不稳 有些人会觉得没有感觉 好像麻麻秘秘 好像电似的 手肘撞不到桌角的鼻子 电似的感觉 有些不正常的动动 那些就要极之小心 因为霍金病症很严重 虽然病不常见 另外一些最常见的 我们会遇到有机会令肌肉收缩的 就是药物 比如血压高的药物 很多时候都会影响到有些问题 就是血压高的药物 例如有些是利尿剂 利尿剂有时会引起小腿抽筋的病症 另外就是胆固醇药 胆固醇药有部分会引起肌肉发炎 肌肉发炎也未必是抽筋 不过有些人会以为是小腿抽筋 如果你是吃胆固醇药 刚刚开始吃 如果吃的份量又比较大 先开始有小腿抽筋 那就要跟医生说一声 看看会不会有药物引起 怎么说也好 大部份人其实小腿抽筋都是没有什么 所以都不用太担心 一般来说最典型的做法就是治疗方法 第一就是叫病人自己去拉一下小腿的肌肉 通常做法就是把小腿的肌肉拉长一点 有些人做一些按摩都会觉得好一点 如果这些办法都不太行 如果看医生查过有没有严重的原因 有时候都会吃药 吃药的药物有很多种类 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 都可以请教一下医生 好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